各位观众朋友 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全团各地的天气 都还算是晴朗稳定 虽然封面云气 还在我们台湾的北部海面 但是在我们台湾的这个陆地上 已经不太有云气深沉了 所以天气很晴朗 几乎各地都是可以看到阳光 那么预计明天的话 封面的位置还会再往北边 离开我们台湾呢 因为可以从这个云炉上面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附近 慢慢的转吹 比较偏南风到东南风 南方的暖空气湿地 慢慢的把这个封面云气往北边推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天气 在未来的这个礼拜 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 另外太平洋高亚 也会慢慢的往西边延伸 来到我们台湾这附近 虽然这个北边的封面 还是有一些南北的摆动 但是最往南呢 也大概在我们台湾的 这个北部海面 不太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陆地 所以这个礼拜占有几率 都是比较偏低 甚至连午后热对流 都发展不太起来 因为有太平洋高亚的这个笼罩 跟抑制这个对流的发展 所以山区虽然还是有一些 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但是出现时间都比较短一点 下雨的量也不会太明显 从这个未来四天的预测图上面 也可以看到 都是属于一些比较零散的 东半部的话呢 因为银风面的关系 有一些局部零星的短暂的阵雨 那么来看一下温度的部分呢 这个礼拜因为是太平洋高压笼罩 所以呢是夏季型的这个温度 在北部的话低温就有24到26度 中午高温可以来到31 甚至到礼拜四 礼拜五可以来到34度左右 那么在我们中部的话 低温是25到26度 中午高温也有32到34度 南部也是相当炎热 低温就有27度了 中午高温有31到32度 另外来看一下 在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 都还算是稳定 只有东部局部零星的短暂的阵雨 另外在明天白天的话 各地几乎都是可以看到阳光的 东半部也还是有这个局部零星 短暂的阵雨 只是相对说云量比较偏多一些 但是其实整体这个下雨的时间 也不会持续的太久 也不会持续太长 所以前来说几个重点 这个礼拜的话 最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笼罩 那么在明天的话 是稳定炎热的这个天气 该温可以来到30度以上的 而且各地降雨 几率都是比较偏低 那么稳定天气 会维持至少一个礼拜 所以也提醒大家 还是要持续的节日用水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